问问二位啊 为什么选这个大话戏油这个主题 排这个小品也是满足了我心中一个小愿望 一个人心里都有个至尊宝嘛 没错 天赐其实是一个综艺感很强的演员 但是如果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可能我不知道你们是时间紧的还是怎么样 就是最后呈现的东西 可能跟你们最早预期的还是不太一样的 最后可能表现的没有那么惊艳 并没有说某几个地方人觉得 这好啊 真高级 讲究了 就希望你们多下点功夫 越走越远吧 好吗 谢谢 好